即时新闻综合报道,受热带低气压影响,中央气象局在今天,7月22日,晚间9点51分,针对苗地及台中以南10个县市发布大雨特报,其中南投下午4点35分发布的豪雨特报降为大雨特报,而北部县市的大雨特报已解除。 中央气象局表示,受热带低气压影响,亦发生短时强降雨,今天,7月22日,晚间至明天,7月23日,苗栗县山区,台中市,张化县,云林县,台南市,高雄市,南投县,嘉义县,嘉义市与平东县等中南部地区及苗栗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。 另外,也要注意雷击及强震风,热带性低气压,准轻度台风。 悟空目前为在台湾花莲东南东方201公里的海面上,气象局提醒,一旦发展成台风,可能会发布台风惊爆,请民众随时注意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